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多格宠物测评 我们都知道相比人类的寿命,狗狗的寿命是比较短暂的 一般都只有12至15年左右 中小型犬一般是从8岁开始步入老年期 而大型狗狗一般是6岁开始就已经步入老年期 我们都知道陪伴狗狗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狗狗的老年期 那么在它们的最后阶段,我们怎样才能够更好地照顾好狗狗呢? 第一,注意狗狗的饮食 当狗狗进入老年期以后,它的肝脏功能开始退化 牙齿也开始逐渐松动脱弱 所以给狗狗的食物尽量容易消化的少量多餐 也可以加入一些保健营养食品到饲料里面增加免疫力 强化心血系统功能 第二,注意狗狗的清洁卫生 狗狗进入老年期以后,行动反应都比较迟钝 自我清洁能力也会降低 就需要主人更为细心和主动 而且老年狗狗自身毛发脱弱也比较严重 皮肤也会变得更加敏感 这些都需要主人有足够的耐心帮助狗狗 第三,注意狗狗的生活作息 狗狗老年以后会很明显的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有活力 越来越喜欢安静 适用能力也变得比较差了 主人不要随意更改狗狗的生活环境和作息时间 要给它们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以及充足的睡眠时间 第四,注意带狗狗做适量的运动 虽然狗狗进入老年期,行动力变慢 但是还是要帮助狗狗给予它适当的运动 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温度 也不要让狗狗单独外出 因为狗狗记忆力退化容易走丢 第五,注意给予狗狗更多的耐心和陪伴 狗狗老年期以后会更容易孤单不安 各种反应能力也变差了 那个时候主人应该要给予更多的陪伴 也要有更多的耐心 多和狗狗相处 让它度过幸福的晚年时光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到评论区里讨论交流哦